大家好,我是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林露 今天到我有話說了 有否想過在香港,如果你讀金融的話 都有機會可以投身藝術文化行業呢? 其實香港一直是中西文化匯聚之地 國家在十四五規劃中明確指出 要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一個中外文化藝術交流的中心 但是過去政府在這方面的著物其實一點都不多 隨著新一屆政府有可能會架構重組 大家也有聽說過可能會成立我們的文化體育和旅遊局 政府需要檢討,全面制定我們在文化藝術產業的政策 結合我們本身香港的優勢 建構一個良好的產業生態圈 而我建議要發展方向,就要銜接促進藝術金融的方面 藝術金融所說的就是將一些藝術品轉化為金融的工具 例如藝術品的產權交易 基金、保險、銀行信託等等 都可以與藝術掛勾 變成一種容易被量化的投資產品 而這個領域在西方的金融界其實是由來已久的 很多著名的跨國金融企業機構 都有一套完整的藝術金融服務體制 其實香港已經成為了 與紐約、倫敦齊名的國際三大藝術品市場之一 在2020年香港藝術品的收藏品 古董進出口總值有336億 三年間增長了是一倍的 其實市場發展非常龐大 潛力非常大 如果特區政府可以適時推出一些政策 明確地監管價格和銜接國際市場的話 我們可以主動成為藝術金融的市場中心 製造一個有利的環境 如果我們在這方面可以大有作為的話 對我們的年輕人也會非常好 但新時代的香港 我們要摒棄一個舊有的思維 覺得文化是賺不到錢 其實世界一直在變 一環靠著一環 你以為藝術賺不到錢 其實前途是無可限量的 我們希望將傳統產業架構增值 當我們的香港經濟要轉型的契機 扣實我們以文化產業的機遇 去捉好這個契機 勞勞把握香港下一個黃金十年 甚至二十年的發展 我今天和大家聊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